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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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为什么呢 难道和人脑相比 电脑的优势非常之大吗 它到底差别是在哪里呢 事实上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十年里面 这个人 特别是交易员手动操作 这个趋势是越来越少了 各大的投行也好 基金公司也好 都在用这个电脑交易来代替人手交易 我记得在小时时候呢 我们看这个电视啊 我们的交易所呢 已经变成了静悄悄的啊 都是电脑屏幕在闪动啊 人呢 只是监督电脑的执行 那你说为什么这个电脑会替代人来执行呢 应该说的准确的说啊 即使电脑替到了人执行 但是其逻辑 交易的方式和策略 依然是由人脑来设定的 但是执行上 我们要说的关键就是这个执行力 人脑和电脑的差异实在是太大了 我们知道其实你作为专业的交易员 心理素质已经是非常强的 但是你不管再强的心理素质 即使你用的不是自己的钱 是别人的资金 但是在遇到重大亏损 在遇到连续亏损的时候 依然是没有办法做到全身心的 能够排除这样的担忧 就是因为我们人呢 有这个七情六欲 所以呢 我们会恐惧 会怀疑自己 遇到亏损的时候会顾虑 遇到连续的盈利的时候呢 会骄傲自能 这种情绪 是作为我们人高等智慧动物 没有办法能够避免 除非你能做到非常的冷漠 但是你再冷漠的话 也无法避免看 由于这个价格不动 导致的心里面的这个心情的变化 所以说呢 虽然很多时候策略上是可行的 但在实际生活中 由于执行力的不够 所以很多策略呢 往往不能发挥其非常好的效果 那这也是呢 现在越来越多的机构使用电脑 来代替人脑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电脑它没有感情 即使是连续亏损 只要下一个信号是买入 它依然会坚定的执行 那我想呢 唯一一个办法可以考虑的是 但是我们以后呢 可能可以考虑呢 用和尚来替代交易员 我们知道出家人呢 他已经是六根亲近了 不是人间烟火 既然这样的话 理论上来说 他的心理素质 应该比正常的交易员都要好 赚再多的钱 亏再多的钱 应该是他的心里是没有欺负的 那可能是到他吃饭的时候呢 可能心里会有些不安 如果是长期饿肚子的话呢 交易的时候可能会大打折扣 除此之外 我实在是看不到其他 只要带感情的人 如何能够击败电脑 当然了 以上呢 都是一些笑话 我们说到呢 就是人脑和电脑 为什么在目前趋势中 人脑被电脑所代替的一个原因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现在这个初级交易者和资深的交易者 一些主要的差别 刚才我们讨论的是 执行力方面的差别 但是很多初学者和这个 新入门的人都会听到这么一句话 就是呢 过去的人总会以他们 这个自食老成的口气对你说 你要在这个行业里面呢 多锻炼几年 多历练一些 之后你就会成熟了 你不管是去房地产也好 投资股票也好 投资外汇或者是基金 他们所谓的这些历练 其实我们翻译过来呢 就是你多尝试一些失败 多尝试一些挫折 多尝试一些信心受挫 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呢 可能你才会对这个市场 有所敬畏 你才能感觉到自己的渺小 如果你一开始进去呢 就是大转特转 自己呢 把自己认为是巴菲特第二弹 少年巴菲特 那么你很有可能 应该说是注定在不远的将来 会吃大亏 那往往那些 经历过大灾大难 或者说经历过骨灾的人呢 心里面会谨慎 策略上才会注重风险控制 这就好比啊 我们很多时候呢 知道新手和有经验的人呢 可能知识上并没有差距太多 书本上的知识 我们很快都能学会 但是真正的差别 就是在心理素质上 说白了以后呢 就是在遇到困难时候的 心理素质上 如果你有见过世面的人 见过经历的人呢 在大风大浪面前 可以啊 可能可以看得到风浪 能够尽量的躲开 而出身的牛犊呢 往往会迎着风浪而上 这样子呢 要不然你可以爬到风间 要不然的话呢 你就可能葬身谷底 但是 对于我们绝大部分 零售投资者来说 我们还是应该谨慎为主 风险控制 才是决定你是否成功的根本条件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说到的今天 人脑和电脑的区别 以及呢 初学者和比较有经验的交易者的 他们心理上的区别 最后呢 投资者今天需要注意的事项 是在澳洲时间晚上12点30分 美国会发布他们的前期GDP数据 以及呢 再到晚上凌晨2点钟的时候呢 美国会发布他们的消费者信心指数 那么接着我们在结束之前 再来看一个产品 就是大家比较热门关心的 就是澳元兑美元 我们知道了 昨天澳元兑美元呢 曾经说到呢 上上不去7730 下呢 又跌不破这个2小时的关键线 那么在24小时之后呢 目前澳元的走势呢 基本上和昨天依然是大同小异 但是从现在情况来看 已经反复打在2小时的关键线上 因此在未来的几个小时之内 如果下面的2小时线被击穿 并且保持住2小时之后 那么澳元兑美元很有可能 将会向下回调 投资者呢 可以密切关注 这个价格大约是在0.7660 那感谢您收看 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我们